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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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刮着风 吹乱我的容 吹乱眼中的游客 吹乱何种的城市 为什么 吹不暖 心中 对你的思念 有你在身旁 却怀念着一个人的简单 为什么 何种的意 我 执行不暖 为什么 你看我 那么的决然 一切都会好 交付给世界 可是我做不到 希望你能听得见 如果有人 让我们期待你 是 是 驾 忍住 把这个人给我抓起来 是 干什么 干什么 为什么要抓完 陈公公 锦衣卫不知为何突然全城搜查 那的全城鸡飞狗跳的 出什么事了 他们怎么也不知会咱东场一声啊 好像是在找什么人 听说是个女的 赶紧给我探清楚了 尽快来报 是 陈公公 太子赞善裴文忠大人求见 快请他进来 是 裴文忠见过陈公公 裴赞善无事不登三宝殿 请坐 有什么话就请明说吧 事情确实比较紧急 文忠就不说客套话了 陈公公可知 这警衣卫正在满城大肆搜查 大家也是刚听说这事啊 可是不知道他们抓的是什么人 裴赞善知道内情吗 文忠也不知他们为何大肆搜查 倒是有一个人掌握了谋反重案的证据 现在正被李如真囚禁起来 文忠猜想 这个李如真很可能得到某位权贵的授意 想要掩盖实实真相 裴赞善说有谋反大案 那能否透露一二啊 有人想以艳圣之术诅咒皇后 企图害死他 你说的可是真的 千真万全 在下在结拜兄长王约前 是请一位巡城指挥使 他侦查到了奸人的线索 欲上报皇上 没想到反而被李如真囚禁了起来 在下才想 这满城搜索 很可能是想转移视线 陈公公 您为皇上提督东厂 对此事不可不详查呀 有这等事 咱家马上跟李如真要人 把王爷前提到东厂来审问 有陈公公出面审理此案 便可水落石出了 我在弃兄王爷前 也可以得以保全 刚才裴赞善说的 某权贵诅咒皇后 莫非是指 想要皇后性命的 必是以取而代之的人 话在下只能说到这个份上 陈公公深知后宫内情 我就不必再多说了吧 咱家知道这件事了 杨战狱 出来 小人沈令狱 见过大人 沈大夫 认识本都吗 在下除了给人治病 很少出门走动 实在是不认识大人 本都是锦衣卫又都督李如真 听说你收了个女徒弟 她人在哪呢 你是说国政府的玉萍小姐吗 明知顾问 不要和我回锦衣卫吗 锦衣卫的刑具我已经领教过了 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不想再吃那些苦荡 可大人所说我实在是不明白 我什么时候藏匿了玉萍小姐呢 看来这个妖术案没给你整胖 给我带走 是 大人 大人 刚才洞场提督陈俊公公 把王月贤给提走了 怎么这么快就惊动了她 跟我去洞场 是 大人 人犯带不带走啊 顾不证他了 是 走 走 走 王指挥使啊 来 抬起头来 你也是个老公案了 是不是啊 多余的咱就不说了 你把这个事情的来龙 去脉 原原本本的 跟咱家说一说 卑之或之有人诅咒皇后 禀告都督李大人之后 带人前去捉拿 没想到到了那儿 却被国舅大人 指为藏匿了玉萍小姐 把我给关了起来 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 事情的原委 等等 怎么又出了个玉萍小姐啊 她不是正贵妃的妹妹吗 公公民见 玉萍小姐就是皇上 赐婚给李卢贞大人的那位 前几天走失了 到现在难寻踪影 怪不得锦衣卫满京城道的 鸡飞狗跳的 是为李都督找新娘子呢 可国舅爷和李大人说 你与玉萍小姐走失有关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此事说来话长了 国舅大人亲口答应卑职 愿意说服国账大人 和玉萍小姐本人 嫁给卑职为妻 但后来又出了一桩皇上赐婚的事情 所以国舅怀疑卑职心怀不轨 所以就把玉萍小姐走失的事情 扣在了卑职的头上 这就奇效了啊 国舅爷说你藏了她妹妹 你就说国舅爷诅咒皇后 那你们两个死咬着 咱家信谁啊 公公容卑职分辨 奸人以艳胜之术诅咒皇后 小人虽然不敢说是国舅指使 但是抓住奸人孔穴的时候 国舅爷确实也在那儿 而且孔穴就在进一位大牢之内 公公向李大人索要奸人孔穴 提了一审便指 说奸人孔穴是国舅爷指使的 咱家提升孔穴 那不就让东厂直接跟国舅爷对垒了吗 这事你得容咱咱考虑考虑了 公公忌惮正事 小的全都明白 只是他们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如果真的让皇上知道了 那么皇上还能否偏袒正事 可就说不定了 而且这样的惊天大爱 若是通过别的途径 传到皇上的耳朵里 那功劳可就不属于公公你的了 你必然不希望东厂蒙上耳目不灵的名声吧 果然是个老公案啊 全门清 可是咱家要把这个功劳让给你 你敢不敢领受啊 何人敢擅闯东厂大堂 大楼里越越逃走的犯人 那是经常的事情 出去了怎么上达天厅 咱家可就帮不上你的忙了 被指已经走投无路了 公公若是行个方便 被指自有办法把预装告到皇上那去 皇上的心思 怎么发落国就也可说不准 到时候你别把咱家搁进去啊 那时候咱家可是不认账的 卑职不是贪嗔怕死之辈 就是钢刀架在脖子上 卑职也不会说出公公你的 如果公公你信不过我 我现在就可以指天发誓 起来吧 锦衣卫南北镇副司 幼都督李如真 求见私立剑掌印总管 东厂提督 陈聚公公 去 将你的人马后撤三丈 待禀告陈公公之后 方可入内 毛队 是 刀剑一律入鞘 别弄得跟打架似的 谢公公信任 就此告辞 慢 你从大门大摇大摆地走 到时候我就说不清楚了 来 从这后门一出去 咱家可一概不管了 公公大恩大德 容我来生再报 有请李都督 慢 若东厂大堂者 均不得携带兵器 请大人将你的配件 交给小人保管 下官李如真 参见陈公公 李大人哪 咱家这衙门小 你也不常来坐坐 来来来 进里面咱们聊聊 陈公公 我来要人犯王约浅 王约浅 对 那不是李大人的属相吗 他犯了军纪 你干绿处置就是了 怎么要人要到东厂来了 陈公公 不是你 亲自去锦衣卫提的王约浅吗 此人胆大包天 竟敢藏匿国丈夫的玉平小姐 本来下官想神神的 陈公公就 咱家是去了锦衣卫大牢查人饭去了 可是不知道王约浅的事 倒是听说有个奸人姓孔 以艳胜之术诅咒皇后 让锦衣卫激活在压了 关在大牢里 咱家去查看了一下 那个姓孔的也被你提到东厂来了 可是咱家在大牢里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此人哪 是不是让李大人 惯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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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都是给皇上查疑难要案的 拿货人犯应该叫三法司 他们会审定宴 那是正途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这么着 你回去就把这犯人交给刑部 让他们去审 让他们去追查幕后指使 到时候是杀这一颗头 还是牵连出某位贵人 就跟咱们没有什么关系了吗 对呀 公公 姜还是老的了 公公果果然高明 我还在一直琢磨 这案子这么棘手 如何了结 经公公这么一提醒 我豁然开朗 下官佩服得五体头地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看进办去吧 要不上面谁说一句话下来 到时候想推就推不掉了 是 贤弟 贤弟 王兄啊 贤弟 陈俊果然放了你 温忠等候多时啊 原来是你说服了陈俊 怪不得他会对我网开一面呢 王兄请放心 温忠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了 王兄现在我这里 安心地等到天黑 温忠自会派人送你出城啊 不行 我已经答应了陈俊 要把这今天大案 告到皇上那儿去 我不能一走了之 王兄啊 你怎么能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呢 就算皇上真的追查到郑氏那里 愤怒之下 必然拿王兄当作殉葬品 王某 曾被郑家所利用 深知他们的心有多黑 如今到了鱼死网破的地步 我也没有逃避之日 不然 有什么脸面狗黄于天地之间呢 不如凭王某一命 催化正事 动摇国本的图谋 也算不枉此生 先帝不用多说了 我意已决 我这次前来 主要是想见贤帝最后一遍 过去有许多对不起 贤帝和玉平的地方 还请你们多多见谅 王某 来圣再报 王兄快快请起 王兄是铁血男儿 文中自愧不如 只是文中认为 这个孔玄已经掌握在陈聚手中 作为揭露此事的人证已经足矣 王兄何必再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呢 再说了 皇上是否会降罪于正事 实在是难以预料 文中劝兄长 尽早跳出这污浊的漩涡呀 贤帝不要再说了 王约前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文中贤帝给我准备一件必要的东西 今夜我就指扣五门 拜见皇上 夜阁老 怎么了 这么晚召我前来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的确发生了大事 天黑前 锦衣卫突然把一个人犯 移送到警局 据称此人 以验圣之术诅咒皇后 请不请事如何处置 李格老 你说 咱们是否召起来三法司 连夜升堂 突审人犯呢 哎呀 当年妖书案的局面 又要重演了 我 我怎么这么倒霉 上次我成人之余 李不 他上阁只身失败 现在我偏偏又进的内阁 我真是倒 安如 李格老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来人 快来人哪 是 有 凤凰 游几 有 有 谈 我 你 有 你 有 你 有 有 无 有 你 有 你们 我 有 你真的要亡我正是隐门吗 老爷 父亲 你千万不要机会了身子 你如果再出了意外 那我们郑家可就真塌了天了 父亲 这下儿突遇意外之事 实在不仁商量 这才半夜来打扰你老人家 你看这实在是罪过罪过呀 叶格老 你遇事果断 老朽是难及万一呀 怎么今天来巷国讨主意啊 莫非又出了妖书案不成啊 善影姑说得不错 此案若真的要查下去的话 恐怕不比妖书案来得轻什么 听说此人 是前任首府沈一贯的穆兵 这人 这人已经归了案 可是不审不行啊 看着要是一审啊 这妖风在起 君臣震动 这恐怕又出大乱子 恐怕又出大乱子 使人 走 走 走 皇上 这是什么声音 谁 奴婢在 哪来的炮声 回皇上的话 奴婢听着 好像是武门那边在放炮 皇上 难道是有人攻打皇城 什么人如此大胆 竟敢在此放炮 非之士锦衣卫军程指挥使王约前 王约前 因真获谋逆大案 前来禀告皇帝 这是哪来的声音 老人 此外恭维见地 惊扰圣上等力战不饶 王约前来 此之没有生还之礼 但请军爷高抬贵手 再留人头于王某镜下 待王某向皇上奏鸣案行 再战不迟 啥 说啥 陈公公 此人违禁放炮 案例当缠 此人牵扯到重大案情 带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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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鬍 Development 走 走 走 神医库 来人啊 娘 娘 娘 国舅爷 国舅爷 大事不好了 好 怎么了 那王月前的骨门放炮 已经向皇上告语状了 好 下官知道此案非同小可 正在等候内阁的命令 请叶格老 速与朱老相爷和李格老商议 给下官一个明确的指示 哎呀 就在昨天夜里 朱庚老相爷突然病情加重 现在仍然昏迷不醒 李格老也病倒了 对了 现在内阁只剩下叶某一人 你让我找谁商量啊 啊 我找你来 就是要赶紧商量个办法 免得皇上查问下来 我们无话可答 那就太被动了 这 叶大爷 下官如何能帮内阁拿主意啊 这 金一位把孔学送到了刑部 今天一大早 陈公公又把昨夜 在武门被扣押的王约前 也送到了刑部 他们明明知道 诅咒案的幕后指使人不好碰 才故意召开躲避 依下官余见 咱还是先请准了皇上的旨意 再做定夺吧 这 人昨天就抓到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啊 这么大的案子 还不连夜开审 小大亨他在等什么 呃 奴婢在武门前扣押了 放炮告变的王约前以后 已连夜押往刑部大牢了 或许他们正在审问当中 奴婢马上过去问明情况 回禀皇上 真相如何固然重要 但是 皇上希望如何 岂不是更加重要 如果我们行不 审出了皇上不希望看到的事实 那 后果会是如何 恐怕 是我们难以预料的呀 小大人 这也许 就是你的经验之谈吧 哈哈哈哈 也罢 就按照你说的 我立刻求见皇上 反了 这皇后死 就敢诅咒朕早死 你给朕彻查 无论是谁主使 严惩不淡 奴婢遵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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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菲 今天本来是臣妾唐妹成亲的日子 可刚刚家里传来了消息 说臣妾的父亲 昨天夜里过世了 臣妾请求皇上 让臣妾为娘家至丧 要死的时候啊 阿菲 醒来 阿菲 生老病死是在所难免 不要过于卫生 不过于卫生 出嫁的事 想见延后吧 你要是回去看看就回去吧 需要什么苏报给朕 臣妾谢皇上恩臣 阿菲 阿菲 我去告诉你兄弟 厚葬你父亲 把丧事办得风光一点 朕自有赏赐 但在别的方面 要他们多收敛收敛 不要落人把柄 否则 朕想庇护你们 都庇护不了了 是不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让皇上一心我们郑家不忠啊 皇上 我们郑家真是冤死了 如果皇上查明属实 郑家真的有罪的话 臣妾愿意领罪 你可以把臣妾处死啊 这什么时候 一心你们郑家 这只是让你回去 跟你兄弟他们讲 做事情 要谨慎行事 不可轻举妄动 这样荣华富贵方 能守之长久 真一点 好 你怎么样 他的头 说 臣妾 李先生 是 疠缈的 惶喜 独仙 我们反复劝说 告诉他 如果没有皇上的旨意 即使是隔臣守府 也不得求见 可就是劝不走的 他说要是今天不见的皇上 就去敲响登王谷了 奴婢斗胆 请示皇上 又来了个审理不成 好 那就见识见识 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能进见 哎 干什么 这地方也是随便进来逛的吗 你长什么 这是东厂提供陈军公公 你不要命 小人有眼无珠 不知陈公公大驾光临 请问陈公公要提审哪位犯人啊 嗯 关注你们行不大御的人 不归我们东厂的审讯 咱家只是来看看那两个 与诅咒皇后一案有关的人犯 看看他们长什么眼 哎 公公 你说笑了 你什么人没见过呀 我看 他们也没什么特别的 哎 你就先回吧 看得够紧的 收了人家的好处了吧 哎呦 公公说笑了 小人哪敢啊对不对 现在有位大人正在审他们呢 公公要看他们也不太方便 这有什么不方便呢 咱家要看的就是审安 哪位大人主审哪 不是萧大人吧 不不不 萧大人从不上我们这当地劲来 哎 是刑部主事王之菜王大人 哎 一个小小的西平主事 办案倒是挺勤劲的啊 行 咱家自己就看了吗 哎 陈公 你听我 没你的事儿了 是 乌皇万岁万万岁 你抬起头来 臣 惶恐万分 不敢直面天眼 这就奇怪啊 这又没怪罪你 你惶恐什么 内阁大学士共有三名 现在诸庚老相爷秉微 昏迷不醒 李廷基大人又告病不出 内阁唯有臣一人独自称齿 岂能不惶恐啊 嗯 这样的局面你没经历过 心里没底 是吗 昨夜事发突然 臣深感 局势诡诀 难摸头绪啊 一人独相 又无人可商量 这才 惊扰皇上 哼 这不真成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了吗 一招全在手便马令来行吗 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就是了 臣岂敢 且不说 投鼠忌器 就从 锦衣卫东厂抓到人犯 不加审讯 就全部转交刑部一条来看 这 这就十分反常啊 常卫管抓三法司 管惠臣定案 就是规矩 这有什么反常啊 听说提督东厂的陈聚公公是内臣 他随时可以觐见皇上 请示定夺 他尚且 不敢拿出处置此案的意见 内阁与刑部大臣 遇见皇上一面 视若登天 如何知道 是否符合皇上的心意啊 一旦深究下去 牵连到哪位险贵 臣与刑部办案人员获罪是小 震度后宫是大 万一 经部了东宫太子 伤其国本 则臣万死难辞其咎 所以 不敢专断 冒死请示陛下 给臣一个处置此案的尺度 方敢指示刑部刑事 别老趴在那儿 既然来找朕商量 就该有个商量的样子吧 跟什么 刺座 是 竟然是 看你处事还挺恭敬的 你就谈率地说说你的想法了 这要说的话 很可能 很可能触犯无言 请皇上先赎罪 方敢禁言 请让你直说 你有什么好顾虑的 说吧 诅咒皇后一案 看似奸人作罪 实则根源 根源仍然在 福王九不知国呀 非之所言可拒绝属职啊 如果大人不相信 我可以和郑国舅当庭对峙 孔学你说吧 以艳圣之术诅咒皇后 是不是受郑国太的指示 大人明鉴 小人只是为国丈大人 齐阳驱病 并非艳圣之术啊 齐阳治病应该在病人的家中行事 你跑到西郊荒野外 干什么去了 这是国舅爷说的 他说那儿的土地爷最灵 在下只是受人之托 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没问过他为什么 大人 孔学将验圣祖咒用的指人 藏在教坛下烧掉 卑职亲言可拯见 王爷前一派胡言 绝无此事 是他胡说 你才胡说的 大人 你们各执一词 看来不用行 是不会说实话的 来呀 给我准备行举 大人 小人冤枉 大人先别急着动行 大家有几句话要说 陈公公 卑职公务在身 有话请尽快说 请王大人先把这两个犯人收押了 咱们再慢慢说 带下去 大人 小人冤枉 大人 小人冤枉 大人 大人 小人冤枉 皇上传旨内阁 福王养善装田 不凑足四万寝 就不能知国 这实在是给了朝野一个 皇上不愿意让福王 离京赴洛阳的强硬借口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人诅咒皇后 企图使太子失去靠山 这 进而在心费力之争 这 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太子和福王 就已册封多年了 这与福王养善装田 有何干系啊 藩王就藩 装田和钱梁的赏赐 自有潜力可循 内阁和河南巡抚 不奉旨速办 朕没有追究你们的责任 已经宽大无边了 你怎么反把眼前那个逆案 与这事混为一谈呢 皇上 容臣再做剖析 福王府邸建成之时 臣已有奏折呈上 河南备好装田四千请 可自福王之国后 头一年的取用 这也是有潜力可循的呀 当年 皇上的亲弟弟陆王 起行旧藩时 仅得养善田一千七百请 以后 才逐渐凑足 一万两千请之十数 是想 陆王若也已 装田不足数 而长久滞留京城 朝野岂能不产生疑虑 你放肆 这七颗类米呀 臣 就是论事 不想 还是触怒了皇上 臣 不便多言了 这怎么又怪你呢 这什么 谢皇上 你以后啊 能不能不要再提 父王养善庄田的事了 是 好 既然是求是论事的话 那你就说说 你对诅咒案 处置的方法 未有此案 臣 难以拿出 妥当的办法 为什么呢 王主持 你忠心体国 可是这种案子 皇上还没有明确的 表明态度 请你注意审讯的分寸 不要存任何的 先入之间 更不可使案情 有丝毫的外泄 明白吗 我王之菜 只知道此案 涉及大逆不道的阴谋 绝不能是图谋不轨之图 逃脱法老 你别那么大喊大叫的行不行啊 咱家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暗设皇后娘娘 咱们不得不谨慎处事啊 国本之争二十余年 如果真能以此案作为了结 我王之菜 即便是丢官获罪 也心甘情愿 我说 你不是要一意孤行地追查到底吧 我正是这个意思 如此说来 你是绝不适合主审此案了 咱家要告诉肖大人 行故必须更换主审的官员 真以为此案甚是雷同往年的妖书案 而妖书出于匿名 踪影难寻 固难于处置 而此案 既有放炮告变的王约前 又有涉弹诅咒的恐学 只要三法司严加审讯 隐情 立宪 可是 可是什么 奸人诅咒的目标 指向的是皇后 可目的或许是在动摇太子的地位 一旦深究 尚比惊动太后 下则令太子惶恐了 而贵妃娘娘与福王 也难以安生 臣 以人独称内阁事务 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臣斗胆计言 皇上 应略谨福王装田数额 臣督促河南 尽快凑足 使福王今年 暗期治国 同时 此案密不外宣 将奸人恐学处死 不得牵连 皇亲贵妻 你你的意思 这算是你的交换条件吗 臣替朝廷秉公办事 岂敢向皇上 要交换条件 臣只求后宫平安 天下无事啊 杨膳庄庭 绝不能少于四万情 河南议政要是凑不出的话 可由其他省分摊 但总数绝不能少 是 臣 勉励去办吧 嗯 嗯 若 凑满此数 皇上可否在年内 令福王之国呢 好 朕一定说服郑贵妃和福王 绝不食言 谢皇上许诺 臣马上去安排 嗯 啊 还有啊 把那个搞艳圣诅咒的奸人孔穴和那个跑到皇宫前放炮的王月前 一并 给朕杀了 哎呦 臣公公也亲临行不大牢了 有什么不妥之处 请多多包涵啊 那肖大人 咱家听说你从不到大狱这样的脏地方来啊 怎么今天也到这儿露脸来了 哎呀 陈公公说笑了 下官是来传达内阁对于诅咒案的指令来了 肖大人 内阁下令彻查了 肖大人 既然说到诅咒一案啊 咱家请问 王主氏 提审 诅咒一案的人犯是经你委派的吗 啊 不不不 下官深知此案关系重大 只是让部下对人犯严加看管 并没有指派任何人审讯呢 嗯 这就好 肖大人 那么内阁的指令又是怎么样的呢 啊 叶格老已经请准了皇上的旨意啊 啊 皇上的意思是 不诸连他人 秘密审讯 言行追贡 一定要让妖人孔穴 和在禁地放炮的王约前认罪伏法 肖大人 不追究幕后主使了 我们不能这样糊涂起案啊 咱家提醒肖大人 切不可让这位王主氏再介入此案的审理了 陈公公 你 谢陈公公提醒 王之蔡 你没有本部堂的允许 撕开公堂 这次就不追究了 我 下不为例 还不快走 哎呀 这个愣童青啊 小大人 我告诉你可留点神 别让他再惹祸了 是是是 陈公公说得对 陈公公 你能不能透露一眼 嗯 这皇上 对着幕后主使之人 就一点怪罪的意思都没有 咱家跟你知道的一样多 你就别瞎猜了 按照叶阁老的明事办吧 啊 是是 是是是 那下官就 哎 哼哼哼哼哼哼哼 做事情非 愿意散去 我还在这里 拼掉一丝 熟悉的 你的气息 爱依若病 世界凝结了神奇 我蓝眼看着忧伤 站在高尘的地 秋风潇洒 喜酒剑衣 忘恩在这里 爱依依默默 成片里的你的缺席 爱依若病 时间换不会珍惜 有谁能跨越爱与不爱 等你我沉溺 我不顾一切的爱你 纷纷扰扰宠爱你 却没有 我也没有 相同的勇气 我飞起煎熬的爱你 流言蜚语宠爱你 也却没有 我也没有 相同的可惜 我不顾一切的爱你 纷纷扰扰扰宠爱你 雷尔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刚好